欢迎收看第445期北京不敬音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经济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话题 因为聊来聊去呢无解 而且情况呢非常不容乐观 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呢觉得目前的中国啊 这个物价非常的稳定 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迹象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现在是陷入了通缩之中 虽然政府呢是不承认的 那么老百姓对于物价稳定的这种幻觉 其实非常像疫情三年期间啊 然后每天去看这个中国的新闻 这个新增的感染人数啊非常的稳定 我觉得好像风景这边独好啊 全世界只有中国在抗议做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违背这个客观规律的 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啊 要么就是一个虚假的啊 编造的现象 要不然呢就是你动用了一些 呃更大的力量啊 去 维持住啊这种现象的发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原本啊 它不应该是这样的物价 原本它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个感染人数 但是你强行的介入 呃用了啊你所有能动用的这个力量 甚至是透支的这种力量 去维持住一个表面上的稳定 那么我们知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中国目前的这个物价稳定啊 这个通缩的状况 两会结束啊 当然了在两会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 中国经济会好转的迹象 以及政府有一些更强力的刺激经济的手段都没有 因为跟经济有关的三中全会还没有开 两会上我们只听到了这样一个词 叫心智生产力 什么叫心智生产力呢 谁也说不清楚 谁都说不清楚 我也说不清楚 到底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但是呢有的人就说啊 这是习近平当局啊 钱驴即穷 完全没有任何手段了 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一定 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啊 这些智库 还是有很多的经济刺激手段会给到他 但是他都没有采纳 这个非常符合习近平一贯的性格 包括这个 疫情期间啊 他坚持这个动态清零 到最后啊 没办法的时候 才突然放开 之前都是 非常固执的要清零 目前呢 在这个经济啊 刺激经济上面 习近平的做法跟疫情时候是一样的 性格是一贯的 什么呢 就是这种强有力的刺激 他不会采纳的 他希望以目前的这样 他认为是平稳 他认为他心里踏实 那么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强力的刺激啊 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 就有可能啊 一下变成一个恶性通胀 这个物价飙升啊 这些东西 在中国最近的一百年时间里 有两次 让人印象深刻的恶性通胀 那么这两次 都造成了这个政治局面上的 近乎于失控 第一次呢 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国建国之前 国共内战 那个时候还是蒋介石政权 那么那个时候的一个恶性通胀呢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 是这个共产党 到处搞破坏 去什么 这个打砸抢 这个交通干线啊 然后去什么 那个城市啊 去抢劫啊 就搞这些事情 搞这些破坏 所以一下 这个而且又是刚刚打完 跟日本的这个战争 所以呢 这个经济啊 濒临崩溃的情况下 蒋介石政权呢 只能选择印钱 印印印 结果呢 没搞好 恶性通胀 恶性通胀了 这个物价飙升 那么这一下呢 就失去了民心啊 失去了经济基础 最后就溃败 把这个整个这个政权啊 都被中共给窃取走了 这是那一次 第二次啊 就是1988年的时候 当时赵紫阳去搞这个 叫物价闯关嘛 价格闯关 那么也是啊 没有控制好 最后这个物价飙升 恶性通胀 其实这个也是间接的 引发了第二年 八九年的这个六四 啊 政局不稳 那这两次呢 实际上习近平肯定是知道 他再傻 他底下的人也会 去告诉他这段历史 所以他会非常的害怕 造成这样的局面 这也是 为什么他现在更多的啊 选择的是一种 稳固的 虽然在通缩 但是他也要坚守住 他会有一个 呃 怎么说呢 侥幸心理 就跟他在这个疫情期间一样啊 他觉得 呃 没准再封掉一个城 再封掉两个城啊 没准这个疫情就过去了 他有他有他那个侥幸心理 那当然到最后 我们知道结果啊 那么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结果会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 也有可能啊 有一天突然之间 中共内部自己评估啊 习近平感受到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他觉得撑不下去了 一下子把过去不敢采纳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政策 就突然拿出来 一下就用了 没有任何的铺垫 没有任何的一个准备 就跟疫情放开一样 那么到那个时候 那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他能控制住 但是不可能 一定会造成恶性的通胀 那么那个时候的物价就是飙升啊 人民币就是贬值的非常厉害啊 那个老百姓你存钱的速度啊 永远赶不上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速度 当然了 有的人当然很害怕这样的大乱 对吧 习近平也怕 中国老百姓也怕 所以就觉得哎 现在挺好啊 现在是全世界都通胀 就中国通缩啊 物价非常的稳定 虽然这个收入减少 但是 但是我们要看一看 这样的局面能撑多久 因为通缩呢 有这么几个情况啊 我们必须得看到现实情况 产业链 再从中国转移出去 对吧 转向东南亚 转向墨西哥 转向哪里 那么中国 你为了能够让这个经济持续下去 你为了让这个 你的这个出口啊 不要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你就要想办法 把产业链留在中国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降低你的成本啊 降低劳动成本 那么由此就可以想到啊 那些打工人 真正中国的大部分的啊 百分之八九十 这些底层的民众打工人 他的工资是不可能上涨 甚至有可能下跌 福利就更别想了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有把你们的这个收入啊 你们的这个东西去剥削 去压迫 去压榨干净了 才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 才有可能把一些产业链 还留在中国 那么这个经济 还不至于彻底的死去 那么你想想啊 通胀的情况下 你的工资不会上涨 而且呢 还有你的收入 还会越来越少 虽然物价稳定 但是你的购买力 你的消费能力还在降低 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资产 如果你还有一些资产的话 不管是存款啊 主要是你的房地产 中国人的大部分资产 都是这个房子 你的资产的价值还在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 你敢花钱吗 你会有消费欲望吗 那么这一切又会造成 更严重的通缩 而且通缩的时候 会有大量的企业啊 经营不下去 它会去倒闭 那么也就会带来 这种工作岗位上的减少 有些人 你的那个工资本来在下降啊 但是你就偷着乐吧 因为还有一些人 连工作都没了 当然了有一天也会轮到你 也没有工作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物价稳定不是一个 绝对的好事 因为通缩是非常可怕的 那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够做到 把这些话说出来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根本就不爱听这个话 因为大部分 在中国墙内的这些老百姓 他也不可能看到我这个节目 那么翻墙出来的一些中国人 他也更愿意去听一些 说这个中国还有旧 中国只要稍微的改动一点点地方 可能还有希望 他喜欢听这样的节目 他也喜欢听那些去追忆啊 所谓的中华这个帝国啊 往昔的那些荣光的这些节目 他觉得是一种安慰啊 所以呢 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的 真正的在中文圈里啊 不管墙内还是海外 能发生的 所谓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 当然大部分都是中国墙内那些啊 基本上是非常没有良知的啊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脊梁 这个就甭提了啊 这个脊梁根本就从来没有立过 一直是断的 脊梁断了之后 那这个良知也是没有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就是好多中国人啊 就是他觉得 哎 现在中国没问题啊 还有很多人可以吃香喝辣 到处旅游啊 买奢侈品啊 然后这个消费 感觉也没有降级太多 是的 即便打仗 即便战乱 也总有一拨人啊 一小撮人 他是不受影响 他可以依然过着这种非常享乐的生活 他依然可以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 把他的这个美好的生活晒出来 让你看了会非常的羡慕 然后粉饰太平 你会觉得啊 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 只是我稍微倒霉一点啊 我也许挺过今天 明天我的日子也会好 也许我就是 有一天啊 做了中国梦 我也可以一夜暴富 我也可以过上那样的日子 这都是精神鸦片 你就记住 即便打仗战乱 总有一小撮人 他是不受这个影响的 更别提 现在是一个通缩啊 微通缩的一个时代 物价那么的稳定 那些有老本的 那些真正有财富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通缩是 大部分的财富 集中在少部分的人手里吧 对吧 然后呢 大部分的人手里的钱是变少的 他就更不敢消费 然后越来越通缩 对吧 然后那一小撮人 拿着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 但是他就开始研究 怎么才能让大家愿意消费呢 怎么才能让大家有这个消费欲望呢 那你不想想 钱都在你手里 大家怎么可能有消费欲望呢 就是这些人 你不用替他操心 对吧 即便这样通缩 他日子可以过得很好 他还可以是 是这种 这种状态啊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一个现状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我做这期节目是为了什么 就是说这些 大家不爱听的话 而且呢 说的是这些 完全无解的话 我觉得你说算提醒吗 也不算 因为 没有什么办法 你说你在中国墙内啊 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 他能有什么办法躲过这个灾难呢 你买黄金啊 很多黄金是假的 其实你也囤不了太多的黄金 而且真正战乱的时候 你手持黄金 你是非常危险的 房产啊 其实你有一套刚需的住房 还掉贷款 你有地方住啊 战乱的时候 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屋子 这很重要 这我原来都讲过很多期节目了 手里的现金没有意义 你现在能吃好喝好 趁现在还能到处旅游看看世界 可以的 花吧 赶紧花吧 反正这个钱到后面都是纸 通货膨胀的时候都是纸 没有用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 对吧 你能够建立一个海外的账户 然后把钱换成美金出来 那当然好 但是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中国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没有这个闲钱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 做这个事情的能力 这些眼界都没有 没办法 郁闷 聊到现在就特别的郁闷 聊到这种话题就非常的沮丧 继续观察吧 就继续看那片土地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中国的这个经济绝对是没有旧的 绝对是没有旧的 对啊 还有一点 就是刚才我说过的 真的有可能 就是到某一个点上 有可能在今年 当中共这个经济啊 真正崩不下去的时候 内部的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习近平当局有可能会像 突然疫情放开一样 去拿出一些非常激进的经济政策 到一旦发现这样的时候 不要欢天喜地 我就发现 真的是发现 就是越是这种爱国的人 越是这种这个这个反日反美的时候啊 叫得非常欢的人 其实他越是社会的底层 他越看不透这一套的逻辑是什么 就这些人是最可怜的 真正真正的你能在网上看的那些叫得特别欢的爱国者 就是他们这些人 到时候啊 对中共还寄予厚望 然后中共出台一些经济政策 然后他们去再去为这些中共歌功颂德的这些人的时候 到那一刻啊 真正有能力的 你到那一刻你一定要警醒 你会明白会比现在更危险 要出大事了 就说这么多吧 感谢收看订阅 点赞 谢谢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